在北达科他州的小镇菲尔菲尔德 有一个叫四角的乌克兰小饭馆 一百多年前一大群乌克兰移民在这里定居 而这家饭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一部分 店主杰西罗曼尼辛的曾祖父于19世纪末来到北达科他州 小时候我总是深深地沉浸在乌克兰文化中 我的祖母鼓励我成为一个乌克兰舞蹈家 这为我打开了新天地 夏天参加乌克兰文化作坊 学习各种不同的艺术 而这个祖母也灌输了我对美食和烹饪的热爱 罗曼尼辛学习酒店和餐饮业 在美国各地的酒吧 快餐店和酒店工作 最终他选择返回北达科他州 开一家小饭馆用来纪念祖父母的传统 他们很想把饭馆传给一个人 而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 我想这就是我想做的 2013年杰西贷款开了四角小饭馆 他把家里的乌克兰纪念物 拿来装饰他的新餐厅 如果我每星期要在这个地方工作80到90个钟点 我几乎把我的家当通通搬来 尽可能地让自己觉得愉快 然后别人也就喜欢他了 六年后 饭馆吸引了不同背景的热情顾客 包括石油工人 警察和游客 从某个方面来说 北达科他州是个有趣的地方 它保留着许多种族特色 有很多德国裔 很多挪威裔 而乌克兰饮食享有盛名 只要你一说乌克兰饮食 人们就会光顾 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 一天可以卖好几个加仑呢 副警长艾伦·麦克莱 几个月前第一次光顾四角饭馆 现在他每星期都来吃波兰饺子 几个月前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 而现在我已经上瘾了 这个景观并非特例 罗宋汤出乎我意料 因为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 那是什么玩意儿 但这些年来 我吃的越多 我尝试的花样越多 我发现它热乎乎 令人舒坦 还有些提神 加上新鲜的香草和配料 让它独具风味 对罗曼尼辛来说 饭馆不仅是个生意 他说这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 因为有什么比一碗热腾腾的汤 更能让人们凝聚在一起呢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